在近几日,中国女排中将在郎平的率领下,共同现身普陀山进行祈福活动,这也是郎平多年来的一个习惯,每到大赛之前,郎平都会顾地重游。 而纽约奥运会的时候,郎平率领自己的弟子出现在普陀山,当时的中国女排在奥运会上一路过关斩将,强细逆席最终夺得了冠军。 如今,中国女排又面临世锦赛这一大难关,郎平在度率领弟子门上山西服,倒也是和情合理的事情。 而在这支起伏队伍中,我们也发现了一名新的球员,他就是来自山东的杨寒玉,至于另一名复工高义,则是没有想什么,显然他很有可能,已经离开了国家队集训。 除此之外,还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队伍内,他就是31岁的老将徐云丽,这名奥运三朝元老,徐云丽曾经为中国女排立下许多汉马功劳,他也先后历经多个主教练时代,徐云丽可谓是见证女排的低谷与辉煌,她的再次出现,无疑让人浮想连篇,即使早在上个月,徐云丽就已经现身北伦集训基地。 当时球迷们对于她的出现就议论纷纷,随后老平率领众弟子现身电影院,共同观看电影,徐云丽依然跟队,直到如今,祈福队伍中又一次看到了徐云丽的身影,很显然他接二连三的出现。 这很有可能就意味着徐云丽将在国家对扮演新的角色,那便是助教或者领队的位置。 毕竟刚刚过完身月之后,徐云丽已经正式迈入31岁的大关,此时的她再次以求人身份付出并不现实,更何况徐云丽先后经历过多次重大伤病。 她重板赛场,继续挣扎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,而且徐云丽近期多次现身,几乎都是以便服的形象出现,这就意味着她应该不是以求人的身份付出,那么也就只剩下一种情况了。 徐云丽已经在国家队锁定了新的角色,她有望成为狼岛麾下的又一大帮手,希望徐云丽能继续用其他的方式,为中国女孩发光发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